字幕提供 放到對方了 放到對方 有豬了 卡回來 在拿豬的時候記得 荔枝型左右走 因為赤頭跑比較快 赤頭跑比較快所以 荔枝型的走 這樣子才不會跑太快 如果你跑太快豬就不理你了 好 它裡面的村民還沒剛過來 哇 怎麼被扣了20萬元 怎麼回事 吃個豬而已 罰20萬 怎麼回事 原來是中國的豬啊 最近非洲豬瘟搞到全世界的人心惶惶 很多人可能覺得 不就是一個傳染病嗎 又不會死人 有那麼嚴重嗎 其實這種動物類的傳染病 有機可尋 早在1996年 台灣就深受其害 1996年 台灣豬每年產值高達新台幣 886億元 占當年農林芋木總產值20%以上 為產值最高的單項農產品 在當時豬肉遠勝過任何一種 台灣水果或養殖魚類 當年台灣是僅次於丹麥的 世界第二大豬肉出口國 每年宰殺多數達1400萬隻 因為四成輸往日本 可說是養豬王國啊 但就在台灣養豬規模達 史上最大的之際 忽然爆發口提議 導致豬肉交易崩盤外銷中斷 讓台灣出口停滯20年 口提議爆發前 台灣許多豬肉的產品都是外銷日本 疫情一爆發外銷整個中斷 原本每百斤的豬價 從原本的5000元一路狂跌到1000多元 除了價格一泄不止 疫情爆發也讓民眾不敢吃豬肉 導致豬肉陷入賣不出去的困境 當時的第一期病例 被懷疑從新竹南尼奧浴港 走失進來的豬肉製品 有關人員當時檢測 病死豬身上的病毒 發現與中國境內病毒達到99%的烏龍科 研判走失來自於中國 而口提議的傳播途徑就是透過空氣及口墨傳染 當時台灣的防治觀念並不嚴謹 就覺得 應該沒什麼吧 錢照賺 豬照賣 加上豬肉在台北可以賣比較貴 豬農相當樂意 南豬北運 病毒也在無形中被運出全台各地 導致疫情在各地遍地開花 政府也看病毒越來越多 為了防止疫情擴散 才緊急進行豬肢撲殺作業 只過了一個多月 就坑殺了300多萬頭豬 台灣的豬肉產業榮景 也因此銷身逆跡 20年轉眼隱晃 台灣豬農好不容易熬到現在 才又能夠將自家豬肉製品出口到國外 今年7月台灣開始執行 20年來首次口提疫疫苗拔針作業 也就是說不再為豬肢撕打口提疫疫苗 如果未來一年內都沒有再爆發豬肢疫情 那麼我們就可以再把豬肢賣出去 豬肢出得去 錢進得來台灣發大財 所以現在在讓非洲豬恩進來台灣 除了會對台灣產業上的嚴重衝擊外 過去21年的努力將毀之於淡 經濟友會更差 大家一定要一起嚴格把關啊